三天王齐聚颁奖大典,舞台魅力沸腾全场。 左起,林俊杰,潘伟柏,李荣浩齐聚颁奖典礼,嗨翻现场乐迷。 图华纳音乐提供,20101804.15。 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世2018全球华语榜中党继亚洲影响力大变。 今,十五,晚于澳门热闹展开,现场众星云集,亚洲唱跳天王潘伟柏,亚洲唱作天王林俊杰集唱作大神李荣浩接受邀出席。 三人出展获包括亚洲影响力最受欢迎男歌手,亚洲影响力最佳专辑,亚洲影响力最佳歌手等共六大奖之外,更分别为典礼准备特别舞台,为现场奉天不少星光。 拍维百一年荣获亚洲影响力最受欢迎男歌手及亚洲影响力最佳唱跳歌手两项大奖,此外,更带上八位舞者表演两首歌曲,Coming Home,硬闹,带领现场所有乐迷跟住唱唱跳跳,十分过瘾。 林俊杰演出比赵演唱会规格,带了八位乐手及六名舞者,表演,圣索,伟大的渺小,及黑夜问白天,三首歌曲,现场气氛沸腾至最高点。 总是横扫各大音乐盛世奖项的李荣浩,以专辑N夺下亚洲影响力最受欢迎专辑及亚洲影响力最佳男歌手双大奖。 此外,他还在现场演出专辑中相当受欢迎的歌曲《戒烟》,让现场观众打保尔福,他也透露新专辑正在筹备中,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此外,近来在实际节目《偶像练习生》,十分受瞩目于讨论了李荣浩,对节目中选手们的前景也相当看好。 他表示,透过节目认识了很多未来的巨星。